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3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周庸 和大家讲讲时事业话 今天继续和大家讲讲政府发放抗疫资讯的问题 以及一些黄油的好下场 首先先讲讲抗疫 其实社会现在人心黄黄 五万五宗 问题就是一有少少风吹草动 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偏偏政府其实就在这个消息满天飞的情况下 推波阻冷 其实真的有令到情况是有变怀的 政府推动这个新政策 其实一直都是的 他们很喜欢经常用一些传媒去帮手试试 发放一些放风的形式 看看社会怎样去反应 但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推一些中长远的政策 其实是可以的 大家接受的 但是如果你推抗疫这些这么短期 这么快速的政策 一点都不合理 你是制造恐慌的 我们举个例子 早几天 网上就流传说会封城七天 哇 吓到市民 大家都知道了 冲上去超市场数货 没多久 食卫局长陈兆茨 几天前就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就说不会排除全民 检测期间就会禁足 有不同的传媒又帮手放风 就说政府又怎样封 又会怎样检 加上确诊数字日日都高 你中了招 你又进不了隔离营 最后其实连一些连锁店 超市 港铁 你都知道了 缩短营业时间 这件事真的很伤 是的 但其实因为很多人确诊 其实现在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供应是足够的 不过很多员工确诊 你的员工上不设货 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 我昨天去超级市场 你竟然买到东西 不是 我就是看下有没有东西买 我都想看下有没有东西买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数得很清 很多地方 尤其是面 即食面 即肉食 菜 水果 全部都掃清 唯一一样东西是最多的 即冰箱最多是什么呢 冰条和冰糕 你最喜欢吃的 即是没有人 没有人敲 冰条冰糕就全部很多 我去过那间超级市场 就是当时也看到 就是有一班员工在保货 是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轮 老实说 就是保货 就是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保米那个 逐包逐包米 就是拿上架里放下 那你告诉我 那些米 即是5公斤好 8公斤好 10公斤好 老实说都是重的 那你一个大箱放上去 那你是不是一分钟 给你做到两包呢 你已经聰明了 三包那个就是你很大 就是你还不断去 开头你就可以 好了 那你去这些罐口 那你又看到一箱罐口 逐个逐个摆 摆的时候又淋好它就摆好 就是你看到 就是保货的员工 就是多的 但是 那量是太快的 就是去得太快 你是保不了的 就是你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到 就是 超市 它也都是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好了 那我想说的那样东西就是说 你不营业 缩短时间 我理解 我理解这样东西 但是你缩短营业时间 你是不是 跟着找很多人回来 去同你保货 他找不到的 不是的 就是你明白吗 如果你今天清晰了 你明天保一半 你有一百罐东西 你明天放五十罐 那五十罐 就是再短一点时间没有了 那跟着下来 剩下二十五罐的时候 那些人去到 就有理没理 本来买五罐的 走去都数十五罐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就将加速了那个 就是物流 就是越来越不够的 那样的现象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就是我希望 就是超级市场 其实是做着一样东西就是说 我是不营业 我是找了我的员工 去补货 就是补回好那些东西 老实说 你有时 就是晚上你都见到 就是那些大超市 一架一架大的雪藏车 去到 晚上就是去补货 可能也是真的 你是需要多些时间 但是这件事 一定要做的 你买的时间是少了 因为你不想 下午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去到 没有东西买了 但是 就是你不补货是不行的 其中一样东西 我们是有足够的物流的 我们是有物料的 我们不是没有的 但是你刚才这么说 我想昨天应该有很多人 就是疯狂地看过EON那条片 那些人怎样 抢 抢 抢东西 就是抢 抒货 令我想起 其实有讲笑一下 提问 令我想起 就是有时 那些人经常说 去食捕飞 抢东西 盘一未放下来 已经是拿 我刚才看了EON那条片 我突然感觉 当然很不开心 你明白吗 看到香港 香港发生什么事 你又这样看 美国佬 那些是 黑蜡蜡 不是 黑蜡蜡去买东西 那些又是 大家打架 冲进去 打低了 在那里抢东西 不是一样 你不是抢鸡蛋 不是抢面包 但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 大家要给一些时间 慢慢搞定 大家这么说 有药房就说 各大的止痛退销 药品 完全是断货 你说我们在香港住了 这么久 什么时候有听过 药会断货 乘药会断货 这个不出奇 断货是不出奇的 因为大家想一想 你家里如果买了 一些必理痛 那类的东西 退销药 那些东西 你想一年吃多少次 可能 你吃两三次 已经算是不幸的了 头痛 或者你做两粒 两粒 换句话说 香港人 有药房 有个药伤的 也不多 但是也有的 其实 你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突然间 个个去抢鸡 香港 哪有这么多 这些药呢 明白啊 你想想 明明强检 只是短短几日而已 明明中央支援香港的 力度是很大的 物资源源不绝地送去香港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香港 还这么乱呢 为什么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 这个一定要说 就是你刚才说 就是政府的 发布消息 那样东西 这个是一个理由 但是另外一样东西 香港人 真是精工之了 是 就是这个 大家要认 就是你很信不信 假消息 你是信到十足十 就是这个 大家都要定一点 但是 这个明白的 但是Robert 就是说真的那句 大家都要想 一只手是拍不響的 是 你想想 就是说真的那句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喂 政府你是领导 就是我们不是想骂政府 但是我们想说 就是说 政府 就是政府人员 应该是我们的领袖 那有些事情 你是不是要首先 你要想清楚 如何去沟通 去发放些资讯给市民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想想 蓝桂芳集团主席 盛志文 其实昨天都写了封信 给特首公开信的 给特首林郑月娥 他也都 说真的 他也很不客气 他说现在 目前香港的医学专家 和陈兆史 几乎每天 传出都令人困惑的消息 引起社区 广泛的惊恐 甚至是惊慌 盛志文也非常担心 在这种情况下 对香港社会 经济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他觉得真的太多的谣言流传 所以需要非常明确的讯息 去让市民知道方向 好似无底心谈 你明白吗 但这个又是现实 就是香港 你有一堆所谓的医学专家 你有这么多传媒 传媒 每天都要发掘那些消息 你找这个 找那个 这个说完之后 另外那个又是不同意他 又说另外一套东西 另外一个又说另外一套东西 老实说出到来的时候 那些专家可不可以大家 很厉害呢 可以不可以呢 又不可以 4点半 疫情是 那个记招 老实说 那个记招不是没有用 但是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地位 我明白你意思 真真正正 去说到一些令到人 安心的东西 安心的东西 我现在不是在说 我现在不是在批评 4点半的记招 是 我们在说政府官员 我们在说特首 我都不想说了 你想想 不知道你网上有没有见过 有人做了图 几多月几多日 特首就说了什么 就完全没有可能 跟着 隔了几天就说 又会考虑 人们只是做了图出来 你日日都是 今日的我 打倒昨日的我 大哥 你说一次两次 我明白 有时候 事情 事态 发生得那么严重 但是 你已经是 变了一个常态 那样 大家真的很沮丧 现在没有办法 现在就希望政府 自己带头 不要再做恐慌 老实说 有些事情 有人问 你做官员 有人问你 会不会做这件事 会不会做那件事 那样事 就是 站硬 什么都不回答 一定要等特首说 一定要等特首说 你又要放松一点 那边放松一点 就乱了大龙 我们不要再说疫情 因为 我们首先都是说那句 大家定点来 不要去抢东西 OK 我都 说真的 我都免得去超市场 因为 其实你放了工 你都不用走进去 根本都 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可以 下个星期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信 你等一个礼拜之后 你去超市场 可能又好 因为你买了些东西 老实说 香港人冰箱 你那个人有个仓 你买了些东西 你放在家里 放在哪里 你放在厅 你刚才说 说冰箱没有人要 原因是 因为冰箱全部都 放了食物 怎么会放冰箱 Robert 不是 冰箱 冰箱就最多 对我 对我 好 我们讲完疫情 我们讲一些黄油的动革 开心消息 是 这些真是 政圈近期有些大新闻 包括了前大律师公会主席 英国政客夏博尔就走路 其实前日夏博尔就被警方国安署 去警戒会面之后 当晚竟然延伸机场 坐飞机回英国 他不是的 他坐飞机去土耳其 这一刻你真的要 你不能 他是转接 不是 其实是这样 你现在 你可以去英国 但英国那些机都可能很白 是 所以 你可以告诉你 他那种做法 一去到哪里有机 可以飞走 是 土耳其 一个礼拜 还是两个礼拜 一班机 我猜 他是坐土耳其航空公司 飞去土耳其 然后才转回英国 他害怕得多 他用短信和路透社证实 他自己离开了香港 去英国去探妈妈 之后就没有再回应 有报导引述各方的消息 就说夏博尔本身 已经一早计划了3月 就会离开香港 甚至买计机票 预料是因为 有人说 最近的事态很严重 所以提早离开 你想想 国安处 真是文化 当然 你还不害怕吗 你个个真是好 学不学学黎智英 老实说 黎智英想走 走不迟 你相信我 我都不知道 总之 大家现在看到 这班黄友 全部入监 都不能入监 现在这个现实就是这样 好像谭德志 快必 又是一样 又中11宗 这个罪名成立 刚刚昨天 3月31日 就开始判刑 这个都是自己拿来衰的 老实说 你没办法的 这些 虽然我们大家在抗疫 但是我们当然这些开心消息 我们一定会 继续大家更新 记住 我们有开心的 当然要大家分享 对 我们今天的今天焦点 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